学生是一名警察官 每一天都要看案件 辩论大脑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而导致盛免 我应该如何修轻尽心 是否要另外找工作 请慈悲教导如何处理工作和练活的关系 如果这个人长期处于高度紧张压力的状态 对自己身心确实是有障碍 那么能够换一个工作当然更好了 诉讼这个事情不是好事情 做检察官 做法官应当尽量调解 调解纠纷 不要叫他有真正 两方面和解 这是最高能处理的方法 彼此互相执着 这个真正绝对不是好事情 所以要懂得了 云云相报 没完没了啊 第二 检察官作为公诉人 在某些案件当中被告是无罪 可是领导人处于某种考虑 认识逼这起诉 我和领导人解释他不听 我应该怎么办 应以何种心态面对 那么最重要的是要以自己的特性 以自己的爱心去感化 那么像做这些工作了 应该多念一些英国的书 太上感应篇汇编就非常之好 这个汇编里面的很多公案 这个佛家叫公案 一般人讲故事 就是真实的事情 这些英国报应 这些东西多看看 你的常识就丰富 也能够帮助你开智慧 有智慧 有慈悲 有定力 然后你才能够面对 解决问题